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來我們的潘卓鴻先生 除了是工程界人士 現在又活躍於政界 又活躍於傳媒 原來他對軍事都是有興趣的 軍事都濃於一切 原來你是倫敦哪兩個會的會員 英國Changhouse 即是英國的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和英國的國際戰略研究所 兩個會員 真是欺欺有真品 我只認識一個人 就是李岳 他已經過世了 以前好像最後來是 那個vocational 說不出口 即是職業訓練局 職業訓練局 或者是建造業訓練局 聚此之類的行政總裁 七十多歲走了 有些可惜 你剛才說的是什麼戰略 什麼會 王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是的 的成員 他講軍事 剛才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們講開 今天就發生了 在烏克蘭發生了第一滴血 是不是有個烏克蘭人死了 烏克蘭士兵死了 在特地時刻 較早時 俄方指責烏克蘭向他們炮轟 烏克蘭就否認這件事 還說親俄勢力那邊 射過去 你的看法 你認為是真的會開戰 還有 是不是俄軍會入侵烏克蘭呢 其實很多人都認為 普京在裝兇作勢 如果說普京裝兇作勢 其實就不明白 不懂現在的作勢 我們看一看 俄羅斯之前是蘇聯 蘇聯曾經是一個 世界其中一個極 一個大的集團 一個中心 首先你要記住 俄羅斯普京的思考 是以俄羅斯為世界中心 他不接受 俄羅斯是被邊緣化 甚至俄羅斯一直弱化 但事實 俄羅斯一直弱化 首先俄羅斯人口 俄羅斯很大 我們看國家的大小 是不是看板圖的 是看人口的 尤其是打仗 人口越多的國家 是能夠生存和戰勝的機會越大 因為它死的人 可以死很多人 俄羅斯人口只有1億4千4百萬人 他說多不多是多的 但在世界上 能夠有1億5千萬人的國家 其實很多 現在他們的國勢雖然弱 但俄羅斯的國勢 反而是一直大幅向下弱 包括對周邊國家的一些影響力 也包括了世界的貿易 和世界所有其他的 包括政治上 軍事上 貿易上 外交上的一些影響力 它不斷不斷大幅度下挫 俄羅斯是靠什麼去調整現在 它自己的地位呢 其實兩樣東西 一來就是 乘計前蘇聯流下來的一些 軍事上的優勢 包括導彈 尤其是反介入的武器 尤其是導彈 但是海軍其實已經拒不成軍了 俄羅斯的海軍已經弱得不得了 尤其是海軍 全國俄羅斯的海軍都不夠日本打 就是這麼簡單 而另一方面 俄羅斯現在強在哪呢 第二樣 就是強在石油天然氣的價格上 尤其是歐洲 是很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 這個依賴俄羅斯是很清楚的 因為石化燃料 最終在全世界港版減排 全世界港版的 2050年、2060年、2070年那個減排 其實是反而 希望放棄了石化 是用新能源去發電的 用陸氫也好 用太陽能也好 用其他能源也好 那對俄羅斯來講 它擁有的一些天然資源 即是石化燃料 包括石油和天然氣 是慢慢慢慢的 那個影響力會下降 無論那個價格或影響力都下降 就是俄羅斯外匯收入 以及它拿著資源的影響力都會下降 現在歐洲是所有 整個西歐 整個歐盟 或者歐洲的經濟體 ECC和EU 它們的發電量 就是全部用的能源 有四成的能源的基礎 即是Sources 即是那些最最最最最最的能源 是來自俄羅斯的 就是天然氣或者石油 天然氣四成 德國還超過四成 德國是44% 德國是將一些煤 用煤來發電 轉為天然氣發電去減排 好了 這個情況 就令到俄羅斯知道 而加伊的時候 幾乎是俄羅斯 可以擁有最高峰的時候 即是說 俄羅斯如果 我們跟著 越來越減排減得多 越來越不依賴石化的燃料 甚至不依賴煤 結果俄羅斯 只會局勢 或者國際影響力 是越來越低 甚至對西歐的 鉗制能力 或影響力 都越來越低 是直接沒有了巴掌力 情況 就跟東歐的國家一樣 可能大家不知道 東歐的國家 是一個特色的 在過去的十年 和未來的二十年 的人口 一直向下跌 沒有一個國家 的人口是會上升 不是因為出身份問題 而是所有有工作能力的人 都是全部向西歐移 全部向歐盟 向EAS 是在講十年 可以跌十幾百分點的人 是 是 你看看人口結構 現在歐盟 是四億六千萬人 再過十幾年 歐盟人口 分分鐘跌五億 因為東歐人不斷移動 歐盟人口 而且還要移動 全部都是有生產力的 全部都是成功的 全部都是移動的 全部都是移動的 對於北約來講 EU 就是用歐盟 去做一個主體單位的一個軍事組織 或者一個國際的一個關係的組織 其實它的力量是越來越大的 因為它擁有的生產力 國際貿易能力 以及它的發展都是大的 但是俄羅斯是怎樣 俄羅斯的一億四千四百萬人 也是不斷地向西歐移 俄羅斯指不到 雖然它沒有東歐移得那麼快 但它仍然在跌 而且跌的都是跌有錢 和跌青壯的人 這是最大的問題 對於俄羅斯來說 結果它和歐洲的實力 只會越來越懸殊 就是說俄羅斯終有一天 去到主治點 是沒有辦法駕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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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俄羅斯還是捏著它們 有四成的能源是由我供應的 只要那一節 你們就會大件事 所以俄羅斯來說 在普京的眼中 它只要拿著這一點 它某個程度上 有少少交換能力 有少少交換能力 它這個能力已經用盡了 就是說你不要想著烏克蘭這件事 其實是上年才發生的 烏克蘭其實就是北約東抗 俄羅斯是不斷抗拒 甚至就是在2008年 北京奧運期間 就在格魯吉亞 南澳塞提發生戰爭 也是因為北約東抗 這件事可以看到 其實是掩揚了十幾年的事 對於普京的眼中 普京自己都知道自己 都始終有一天要躺下 不會長期在那裡 它我想在俄羅斯 一個作為中心的思想去看 它不是不對的 因為它覺得 如果沒有辦法阻止北約東抗 俄羅斯如果不遵早阻止 應該這麼說 不遵早阻止的話 對俄羅斯來說 每隔一年 俄羅斯的bargan power 即是說那個與隔能力 是大幅降低的 結果終有一天 俄羅斯就被邊緣化變成一個小角 最終普京是多次在國際會議裡說過 最終他覺得西歐 或者美國 是想將俄羅斯再進一步 斬開幾個國家 變成一個支離破碎 所以對普京來說 他經常強調security的字 即是說他希望 這個也講回軍事的理念 中國有一個軍事理念 是一建軍開始擁有的 就是反戒入 反戒入的理念 不是中國解放軍想起的 就是俄羅斯用開的 一定是蘇聯用開的 反戒入的意思就是 我在我的國境之前 或者我在我的軍事力量之前 第一 我用導彈 或者用其他的武器 令到敵方不敢進入我前面的某個範圍 這個前面的範圍 正正是俄羅斯的國界前面的一堆國家 所以俄羅斯最初就有東歐 他一直覺得 蘇聯之前有東歐 他就希望用東歐和西歐各開 好了 到歐洲共同體 或者EEC 就是經濟體 開始越來越蓬勃了 越來越強大了 他沒有辦法阻擋了 他一直移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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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到最後 就連波羅的內三角都沒有了 好了 對他來說 這兩個 包括高加索地區 就是格爾吉亞那邊 也包括現在 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地區 是他唯一一個保護的環境 如果這個地區 是不會出現一個敵對軍隊和敵對力量 俄羅斯會認為自己比較安全 但如果敵對力量進入這兩個地區 那個敵對力量就去到家門前了 俄羅斯來說是非常危險 他覺得安全有問題 所以我會認為 在普京的總體思維 就和2008年的普京沒有分別 2008年的普京 是2008年8月8日去北京出席 這個夏季奧運會的開幕禮 跟著八號碼 即是說我們亞洲城的八號碼就打了 就立刻在格爾吉亞的南武賽替 就立刻打起來 俄軍立刻進入格爾吉亞 就在南武賽替打到飛起 結果格爾吉亞的南武賽替 是歸了俄羅斯的 即是說那件事的引發點就是北約 又要在格爾吉亞東抗 俄羅斯結果阻止了格爾吉亞東抗 格爾吉亞現在都不夠膽加入東約 這就是高加索地區 這次就在歐盟和俄羅斯中間的奧克蘭 我看的情況 俄羅斯很認為每隔一年之後 現在這件事隔了十幾年了 如果現在不解決 都始終要解決 如果不是俄羅斯的前線邊境 就會處於危險 而另一方面 現在的天氣 就是說 當然歐洲度過了冬天 開始沒有那麼依賴能源 俄羅斯的能源上的要脅也都低了 所以對普京來說 每一日基本上都是在喪失他的巴金炮 當然了 現在他做每一個動作 他仍然希望可以逼到北約或者逼到美國 是願意給俄羅斯一紙合約 不會東抗 但是美國已經很厚硬了 北約和美國厚硬到不得了 是一定不會 直接不會答應俄羅斯這樣做的 最終 扎連斯基 即是烏克蘭總統 曾經在星期一到 香港時間星期一、星期二到 就說過 不如由烏克蘭提出 烏克蘭永遠不加入北約 但是俄羅斯覺得這樣沒有一個保障性 因為烏克蘭政府本身是俄羅斯控制的 然後現在變成了反俄羅斯的一個勢力 對俄羅斯來說 這是控制不了 也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在普京的現在 他自己的管治的philosophy 都很明顯 如果他現在不動模 去改變 強硬地改變了烏克蘭現在的狀況 他是不會有好的指 而他的改變是在於 究竟烏克蘭國土上面 有多少地方 是俄羅斯人一直控制著的 這個是特別的 在整個東歐 其實每一個國家 都有一個地方 是由俄羅斯人控制的 譬如烏克蘭人分了東西 怎麼分呢 其實原來在克羅尼比亞 是有一條河 幾乎一半分開了烏克蘭 一路穿過去到基布 去到克羅尼比亞核電廠 原來有湖有河 是分開了東西烏克蘭 剛巧在東邊 其實大部分是俄羅斯人 而西邊就是烏克蘭人 講的語言都不同 俄羅斯很明顯 這次很明顯 要拿回東邊 包括基布 而對俄羅斯來說 如果不這樣做 他沒有辦法有一個安全的扭大 就是說在國家面前 沒有一個安全的屏障 或者沒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他就防止北日 隨時對他的國家 是產生更大的危機 這個主要就是因為俄羅斯 知道自己 是一路國勢一路下跌 一路變弱 這個問題 好了 你的分析 基本上我是認同的 現在是最適合的時間 這個月或者再過兩個月 就沒得玩了 好像平在士尼之歌 Now or Never Now or Never 有一個基本常識 大家 軍事可能對於很多人是很遙遠 不過要講講 沒有冷氣是不用死的 沒有暖氣是會死人的 幾千年來 冷氣都是過去幾十年前的事 七十年代的時候都不是 七十年代的時候都不是 家家戶戶有冷氣 是要到八十年代 中後期是家家戶戶有冷氣 以前沒有風扇 再幾十年前 風扇都是luxury 但是在東部 即是長江以北 最重要的地方 你沒有暖氣 你天下是頂不住的 你用各種方法 燒煤好燒炭好 延安說燒炭的 即是暖爐 我看過那些片 他整盤炭放進去 即是當暖氣 東北的床下面 放些木進去 鬼佬就做個鐵爐 鐵爐 放些木進去燒 這樣去取暖 沒有暖氣是會死人的 OK 受不了的 沒有冷氣可以生存 所以現在冬天是最依賴的時候 這個我分析我覺得也是對的 但是 是不是真的要開槍 真的要打 即是嚇到你救已經可以了 即是以不出兵而屈人之兵 才是最成功的戰略 你還要看俄羅斯自己的角色 其實普京呢 或者他任何他的繼任人 每天都要扔開了 普京已經是難以完全掌控俄羅斯的命運 其實現在他是靠一個比較強的強權 去維繫著政權 但是普京很相信一件事情 俄羅斯人很崇拜英雄 俄羅斯的民族本身 對英雄是很崇拜的 普京是要再一次一次 做到自己是一隻老虎都打得低的人 簡單說 第一個 普京從來不會讓步 讓步的話 在俄羅斯人來說 是沒有可能的事 一定會對普京自己的前度 產生很大的打擊 如果普京想繼續對俄羅斯進行統治 他唯一的方法 就是令俄羅斯人覺得他是英雄 就是強勁 強勁 普京也抓到一點 他抓到很硬的 就是北約和美國是不夠膽 是不想 是為了烏克蘭而和俄羅斯打的 絕對不會 在這個情況之下 俄羅斯只是換來一些制裁 問題就是這些制裁的成本 俄羅斯是否順利 我們這次節目 用了unprecedented crisis 去形容香港現在的情況 就是史無前例 因為很大大的危機 今天賀金黎 大概在幾個小時 我們時間的下午 就是他們的法國的早上 他在法國的訪問上說 就是他用unprecedented cause 去警告普京 就是說如果你打 你就會面對一個史無前例的成本 這個成本其實都是經濟制裁 下去都是說 我不給你用swift 即是不給你用國際匯款 最強是這件事 不給你用這件結算 最強是這件事 但是普京是否想不到辦法去解決呢 這些措施呢 其實北韓 伊朗 都在面對著的 但是包括伊朗 現在都有一個方法 是仍然可以令到國家繼續運作 所以俄羅斯某個程度上 他加上 普京曾經去過北京 你不知道他跟南平談過什麼 可能他最終談到以物活物都沒有 因為剛剛也都公佈了 即是開幕一天 東澳開幕一天 普京去過北京 去北京的 是去北京的 也沒有說一些有關烏冬的情況 但是俄羅斯剛剛說 會增加煤炭供應的一億一噸 還是十萬億噸 去中國大陸 某個程度上 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有打中國牌的 整件事可能 他會覺得 就算你制裁我 我和中國大陸之間 可以以物易物的方法 不需要美容結算 都可以令到國家繼續生存 而且在現在未來的十幾年 對俄羅斯來講 生產的石油和天然氣 仍然有買家 對他來講 這個時候可能是最適合的時候 可能他翻轉看 反而拜登是智老虎 因為拜登現在只有一個嘴巴 他實際上 連美軍 在烏克蘭的士兵也撤出了 還有還有一件事 我們香港人看不到的 其實烏克蘭已經嚇到散了 現在在基庫 就算好像香港立法會那樣 那些議會開會 剩下二十多個議員 全部說自己是有肺炎 中了新冠肺炎 全部根本就已經不在手 都基庫 根本已經躲起來了 躲起來就是西邊的大城市 就是盡量遠離俄羅斯 甚至有說 連澤連司機總統都不在基庫 都躲起來了 即是說 其實普京更看到 他這次如果是入侵的話 是不用怎麼打的 因為可能是長驅直進 原因是因為烏克蘭 現在是沒有一個戰鬥意志 講到這裡 我就有些不同的看法 即是俄羅斯藥 這個是沒有以前那麼威風 這是事實來的 現在俄羅斯的GDP 只是等於廣東省 即是中國廣東省 好啦 那俄的關係 如果石頭前一跌價 他沒有命 那現在都撈了筆 已經高了很久 九十幾元 九十幾元桶 他已經撈每日 他已經撈了很多 昨晚劉武宏也說 劉武宏這支奇科專家教父 他當然知道怎樣玩 賺錢 但是我覺得第一波來講 如果攻入烏克蘭 俄軍是會贏的 因為這是精銳部隊 第二 俄軍是很狠的 他第一波會贏 但是第二波 我就覺得有少少保留 因為打仗是很昂貴的 昂貴的 第二波你有沒有錢去打 就成問題了 這是第一個分析 第二個分析 就是說 我們要看過 烏克蘭 即是俄羅斯有他的民族主義 烏克蘭也有他的民族主義 在歷史上 烏克蘭人其實就不是很喜歡俄羅斯 絕對不喜歡的 三十年 一九四一年 德軍發動巴巴羅沙行動 攻入蘇聯 包括烏克蘭的地方 起初德軍進入烏克蘭 部分人民是夾道歡迎德軍的 因為他們是討厭 他們痛恨史太林的暴政 希望德軍帶給他們新希望 但是當然德軍絕對不是新希望 即是濫殺、屠殺 他們根本就看不起 所有的斯拉夫民族 蘇聯在二次大戰 是死了最多人的 中國不死一千五百萬 到一千八百萬 俄羅斯死了二千五百萬 到二千八百萬 全世界死了最多人的國家 就是蘇聯 因為你打擊你 二來你根本 希特拉根本就看不起 你的斯拉夫民族 那就殺了 就當你是次等民族 給所有人 但當時蘇聯的強勢 令到烏克蘭沒有選擇 烏克蘭沒有選擇 以及東歐國家也沒有選擇 因為之前的更邪惡 叫做希特拉 但現在時而世逆 隔了七八十年 那些人的民族意識 是不斷地高漲的 以前蘇聯是用他的軍力 強硬控制東歐 包括烏克蘭這些地方 但現在要這樣做 是很難的 還有一件事 烏克蘭人是很多受過軍訓的 就算你俄軍是取得勝利 或者局部佔領了一半的烏克蘭 被佔領地區的人 會不會和你打游擊戰呢 這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烏克蘭是一半的地方 其實是俄羅斯裔人 其實在烏克蘭的東部 其實大部份是俄羅斯裔人 那就是說 俄羅斯為什麼會打一半呢 打對基庫呢 就是因為 全部這一邊都是俄羅斯人 但是俄羅斯人 都未必一定喜歡你普京管治的 你現在說東部 頓巴斯克那裏 主要是俄羅斯人 那裏 好像七八成人 七八成人都是俄羅斯 那裏你就有得玩而已 你真的超越了那裏 其他的烏克蘭人 烏克蘭籍的人 包括俄羅斯人 是不是真的喜歡你俄羅斯的管治呢 他們是 我們就覺得可能烏克蘭人 和俄羅斯人 就是一家親分別甚少 你叫我去分當然分不了 他跳舞也差不多 我見過那裏 烏克蘭人 跳舞 踢著手 踢腳那些男人 我以為俄羅斯 原來他們說 我們 我們是烏克蘭人 他們 我們是烏克蘭人 那條氣不復呢 你不要用香港 我不是說你啊 我們香港人不要用香港 香港人是烏克蘭人 香港人是烏克蘭人 都沒有力的 香港人是烏克蘭人 烏克蘭人 憑空想像就可以 真的烏克蘭人 烏克蘭人 都沒有力的 文藥書生 就一枝筆 OK 面對烏克蘭人 沒說湯雞 面對烏克蘭人 是啊 但是他那些國家的人 很多懂得拿槍的 而且他不是只有一個城市 他是很遼闊的地方 儘管多數都是平的 所以他沒有天然屏障 我是有些保留的 我有對你的看法 不過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我猜是北京奧運閉幕跟著了你 也是好時機 這次就給了免 普京給了免 阿習 會員開幕禮嘛 不打住 不打住 事件會怎樣呢 有些國家第一波是可以征服到他的 以前蘇聯打入阿富汗 第一波都是證明到他的 跟著呢 你就慢慢嘆了 OK 十年之後你是頂不住 你都會走出來 就是阿富汗的建立志 還有呢 我們剛才看到 俄羅斯經常想做大佬的心態 他有個帝國的心態 但是呢 其他民族呢 也都有呢 不喜歡被帝國統治 那個心態 就是互相的 其實我們 俄羅斯想恢復昔日光輝 No way 那個年代過去了 以前這個 他未必 他知道自己沒有的 不過他就想保護自己的國家 不要再出現分裂 或者不要再更加弱勢 嗯 那我看呢 這件事呢 就是一個很long story 你說現在打是最適合的 就是跟他們的分析 有 Now on ever 直層Now on ever 越每日 Now on ever OK 也都是很合理的 就是很多謝你這個分析 很多 我們的朋友 就是 全世界朋友 你們有些什麼意見呢 同不同意 潘出雄那個看法呢 潘出雄那個看法呢 請你留下 大家可以聊一下 因為我就理解 東歐的民族主義 都是很強的 他是不喜歡被你俄羅斯統治的 OK 捷克啊 東德啊 那些呢 哥蘭呢 你全部都不喜歡被你統治的 不過基於二次大戰那個現實 就是希特拉那麼殘忍 那現在來了些俄軍 你又趕走不了他 在亞爾達會議裡面 東歐是給了你蘇聯的 那沒辦法啦 是不是先搞搞四十幾年 現在呢 他是不想的 不過呢 你的分析也都不是 就是 站回美國立場來說 就是說 烏克蘭呢 就算失手 還有波蘭啊 匈牙利 羅馬利啊 這些國家 還有拉特維加 立陶宛 還有愛沙尼亞三 是做前線的 是一個不忽鬆的 味道他就是 就是屈直接 最後威脅他 你去到德國邊境呢 他就不行了 OK 還有這麼多這些國家呢 都是不妥理俄羅斯的 就是不妥理前蘇聯 前蘇聯做了太多陰質的事情了 這個是事實 那麼 烏克蘭的作用呢 比起台灣來說呢 是沒有這麼重要的 嗯 台灣 絕對是重要過烏克蘭 台灣 對於美國來說呢 波蘭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波蘭才是 他們最緊張的角度 你進了波蘭 你就可以打德國 一直這樣撐出去 OK 那麼 波蘭人也都很不喜歡 蘇聯 或者俄羅斯的 衣裳的敵對 那麼 波蘭人也希望 有個烏克蘭 跟他擋擋著 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喂 先聊到這裡 因為我知道你有下場了 現在呢 剛剛11點14分 那麼 我在這裡呢 希望各位 馬上傳閱 就是 share我們的節目 啦 like我們的節目啦 CLS 多點comments 多點like 那麼Youtube 就會將我們的節目 推介出去的 那麼 都是 進入一個良性的循環 那另外呢 我再次呼籲各位支持下 請訂閱 和介紹朋友的訂閱 還有呢 在螢幕的右下角的小鈴鐺 按一下 以後呢 我們有新節目 就會收到通知的了 那麼 加入Patreon 我保證會做一些節目出來的 現在正在計劃 這方面就慢了些 各位說聲不好意思 那麼 那麼還有 大家如果是鬆動的話 多多支持 因為這個節目呢 不是不食人間煙火 這個節目在這個世界存在的部分 沒有物質基礎 任何節目都不可以生存 儘管 I'm not crazy for money OK 我一輩子都沒有追求金錢 但我都要吃飯的嘛 是不是呢 OK 多謝 潘翔鴻的支持 OK 你今天 你告訴我你的秘密 你就死了 以後呢 我講軍事 找你 你走不掉的了 OK 多謝你的分析 這個反而我最喜歡的 多謝你 多謝你 這個也有很多話說 OK 好 多謝你 那麼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節目大家 的時候再見 希望我們星期一 可以有另外一個節目 要和大家見面 多謝你 OK You have a nice weekend OK 拜拜 記得訂閱我們節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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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